我記得她慢慢開始接受之後 比較好生氣跟我說一句說話 第一句說話跟我說什麼呢? 她就說,修軟有沒有湯在喝? 這段時間過了幾個月 爸爸呢?除了媽媽之外 爸爸有沒有特別的反應? 我記得當時還在醫院 有一位修女陪我去醫院探望我爸爸 我都不敢開聲 那位修女跟我爸爸說 她說,西伯,美鳳入修院好嗎? 那當時爸爸的反應就說 不要緊啦 最緊要她自己喜歡 就是這句說話 最緊要她自己喜歡這句說話 我看到原來爸爸媽媽在不同情況裏 其實都是很尊重和很關心的 我相信爸爸當時應該是一個很大的角色 去說服你媽媽 不知道她們兩個有沒有溝通到 不過我真的到現在 我都很感受到 天主的直主義爸爸媽媽那一份 都說到一個訊息給我聽 所以輾轉反側之後呢 就入修軟那裡 去京島做初學生應該 最初我當時第一年就未是初學生的 第一年我們就叫保守生 在那年的八月 八月我就入修院 那除了我之外 當時還有另外幾位和我一齊 和我一齊入修院的那天 那很開心我入修院那天 那家人全部都有來出席我入修院的儀式 那除了爸爸之外 因為爸爸當時還在醫院 那家人都給我一份支持 那我都很多謝天主的 那入修院之後的第二天 我和另外一位同伴 就派去另外一個會員裡生活 我就不是留在京島那個會員那裡 那現在修會呢 例如你初入修院都想你接觸一下 我們不同的會員 真的那個團體生活 生活是怎樣的呢 去給我們有一份的生活的體驗 那所以入修院之後 第二天 我們就去了另外一個會員裡生活 那一年我們就叫做保守生 保守生 對保守生 那是一年了 那一年之後呢 我們就回到京島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初學院就是那裡 那我們初學期間是兩年的 我們是一年保守生 第二第三年就是初學生 雖然當時入修院之前 都試過在修院過夜 吃飯一起祈禱等等等等 但是我知道修院的規矩都幾嚴格 可能就是規定你要完全聽命 服從 那最初入修院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一些不習慣的地方呢 或者有沒有一個感覺 哎 我都是不行的了 我要走了 不行了 走 這個我就沒有想過 不過呢 而且它是有點不習慣的 因為自己在外面做事 都做了一段時間 都有自己的個人處理 處事作風啊 去自己管理一些自己的事情 那帶入修院之後呢 就沒有了 那我記得呢 入修院之前呢 我們自己一日子都沒有帶進去的了 就是全部什麼都交出來的了 那這樣 那而我最不習慣的呢 又是一樣都要問 那有些事情要問過 原來才可以做得的 那但是為我來說呢 那我打算盡量煩小人多些 那自己 就是處理得到就處理了 那我記得離開初學院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是要 那些床鋪啊 要拆了出來啊 那清乾淨自己的房間 才交給人家 那我懶好心了 那想著啊 自己的床單呢 睡過了 那拆了出來呢 拆了出來 拆了出來就 放下洗衣機洗了之後 浪好了之後呢 處理好了之後 跟著才離開了 那怎知道呢 就被導師發覺 我沒有問到他 就洗完床單 那一臨走之前呢 都被他 就是 挖了一輪 挖了一輪 那我心想 那什麼都不行啊 那我出發點是好的 不過原來導師呢 也有他的用意在那裡 他說 不用只是開一機 你自己的床單啦 那可能呢 那還有其他 sister要洗的衣服 可以混在一起 那現在又不用開多機 啊 那這樣 那可能那時候 我就沒有想過這件事 我只是說 做好這些 不要留下一些工作給別人 我只是出發點是這樣 那原來你想的東西呢 雖然你出發點是好 但是也都不等於呢 就是團體生活 就是導師的認同 那樣 你開初學院之後呢 呢 是不是開始發初院 是啊 那就會有會衣了 準備發初院 是啊 那得到會衣的時候 應該 心情是很 很 很興奮 嗯 好像一份準備啦 心情很緊張 因為上午呢 所以我還在穿著一些 我們普通的衣服 那這樣 那下午吃完飯之後呢 就開始要裝身了 準備換衣了 那當我脫下我自己 穿開那些便服 而穿上會衣的時候呢 我很深印象 當時的心情就是 告訴天主 天主 沒有啦 我把我這套交出來啦 我知道 以後我不會再有機會 穿這些衣服的了 那就是這件會衣 提醒我 我的身份 是完全奉獻給天主的 其實我相信也是的 其實很等同一些人 結婚前那一晚 為什麼會有一個 Bachelors Party 就是 我明天呢 就是另一個人了 我穿完這件婚紗 就是另一個人了 不過 你的婚紗呢 就要穿一輩子 人家只是穿一天 或者一個晚上 但是你是穿一輩子 所以 你是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和很深刻的感受 那你上午呢 就在那兒 看著自己的衣服 看著會衣 知道下午就可以 穿起這件衣服 穿起這件衣服 發起初願 那在發初願之前 其實你 除了自己的感覺之外 有沒有跟 收會裏面的獎相 有些溝通的呢 或者他有沒有些 說話去叮捉你們 那我記得 我們發初願之前 都要經收會批准 想要不讓你發初願 你不是說我想發就發 對吧 那你收會批准 那才我們有得發初願 那當我的獎相 告訴我 是接納了我們發初願的時候 那我獎相都問我的 他說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呢 當你發初願之後 你想收會派你去哪裏工作 還有哪個會員之類 那我覺得 當時我也是 懶乖的 隨便 不要緊要啦 收會派我去哪裏就去哪裏 那就是這樣 那獎相就說 不行 一定要你自己說 你想去哪裏 那他說一定要說 一定要說 那我就說 如果你一定要我講 我就說 如果香港和澳門 那就選香港不選澳門 如果香港和九龍選 那就選九龍不選香港 因為我自己是九龍主 熟悉一些環境 好像有安全感大一點 當我表達完之後 我的獎相就說 你知道我派你去哪裏嗎 就是你最不想去那裏 澳門 那時候 阿森就 勃勃跳 又要再過多媽媽 很害怕 媽媽沒得說不 不過呢 當時我是很不舒服 很害怕的 怕什麼呢 我三個人一起發怨 那兩位姊妹仍然留在香港 只剩下我一個去澳門 哇 那為我來說 真的很大件事 因為我平時 不能說三步不出歸門 但我很少說到處去哪裏 除非有特別需要我才去 即使去哪裏 都有同伴陪著 哇 現在單人匹馬去澳門 雖然澳門不是很遠 但為我來說 要過關 就很大件事 要再熟悉一次新的地方 是啊 而且我們不是去澳門 就去澳門 而每個月回來 我們還有一個叫Junet Gathering 每個月 最少一次 都要回來香港 我們有個聚會 那單人匹馬自己過關來回 去搭船搭乘 很害怕 真是很害怕 那真是依靠天主 我覺得真是奇蹟 那就是 在又這麼害怕 沒有信心 依靠天主之下 那又過了 那即是 終於下午的時候 就發了初怨 著起了這件會議 那便準備自己人生的下一步 是啊 沒錯 那在今天這個見面當中 有否一些特別的訊息 想交給我們鏡頭前面的觀眾 各位主流氏兄弟姐妹 在我們人生路途上面 都不斷有很多抉擇 正如好像我自己 在人生歷程上面都是一樣 那縱使我們在人生路上的抉擇 無論你是選擇婚姻生活 獨身生活 或者是一個獻身生活都好 只要我們能夠按照上主的旨意 去生活的時候 無論你選擇哪一方面 生活都是美好的 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 要成行主旨 那我在選擇入修院這個過程裡 到最後我都想用這兩個說話 去感謝天主和我自己日後的期盼 那就是這兩個說話 就好像別人那些人結婚 很多時候都收到別人的祝賀 都會給這兩個說話 那同樣我都想在我自己 在健身生活上面 我都用這兩個說話 我都用這兩個說話 給自己的一份祝福 那這兩個說話就是 今生不宜索 白手共此生 多謝你陳秀女 我知道你在澳門 都工作了一段頗長的時間 裡面應該一定有很多更加 內人尋味的故事 或者一些更加很發人心醒的 遇到不同的人 遇到不同的事 因為始終澳門當時的環境 和香港會不同 所以你都應該需要很多的時間 很多的心機 才可以去克服到一切一切的障礙 那大家有興趣知道 陳秀女在澳門發生的事 下星期我們下一集的時候 陳秀女就會繼續和我們分享澳門的趣事 記得左下角的like 右下角的share Facebook裡面就是這樣 留你的comment 如果你需要YouTube的話 記得subscribe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Thank you 陳秀女 Bye Bye Bye